80万才连 不是啊 你当往家是开这个的吗 我们那边都是30万左右 再加上三斤五斤 而且我们那边都是 男方给多少女方给双倍 相当于你给我30 我回你60 还能双倍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不是你给我60 我给你30吗 你能不能把那个30 金钱预支给我 想什么呢 当然不行了 那我结婚时 我都要摆出来的 我不要拍面啊 我是娶不起啊 现在我给你看我余额 行行行行 我生命一开玩笑 我真拿不来30 那你就好好存钱娶我呀 我感觉你在给我讲客观故事 有那星球三拍摄 没有你我都不看真的 那咋没钱你就不娶我 不是啊 那这不正好碰见现实问题了吗 对不 不是 你干啥去啊 你走 你屁手怎么快干啥呀 我也没说不娶你啊 对不 楼上 有一个你特别爱谁的烤肉 我带你去吃好不好 哎呀 拉哈道 我就你那余额 攒攒钱嘛 我请你 你怎么突然间变有钱了 手机还会信你了 你就得呢 就得放专程上回收了 还有一台闲置的平板 也一起卖了 我是专程的老用户了 几次体验下来倒还不错 下个单就有工程师上门来收 我那个小米13pro和iPad Air 4 一共卖了6064 钱到这儿的工程师猜走 价格满意现场打钱 不满意还可以当场取消订单 还算靠谱 总之听我的 回收平板笔记本 数码产品 去撞撞就对了 那还不错 等会我也去试试 走吧 我带你吃好吃的 嗯 好吃吗 嗯 挺好吃的 你怎么突然想你来吃这个呢 我 我今天不是很想吃烤肉 而且再说 你看 他们家多好吃 而且他们家是这一块最好吃的 哎 哎 说实话 嗯 你看啊 咱俩这两碗一共才20块钱 咱俩今天要是吃一个烤肉杂的小二百啊 咱俩今天就相当于省了小二百块钱 哼 一个月呢就是6000 一年 多少 我 我 我那意思就是 反正感情是两个人事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烤 那你不能天天吃这个啊 那又怎么了 只要能在那里就行 嗯 嗯 不要打 嗯 我